除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之外 神舟16号航天员程组的太空生活也轻松愉快 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近期航天员们在空间站内的生活画面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是在天河舱内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画面 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朱扬柱也解锁了新技能 成为了理发师分别为景海鹏和贵海潮剪头发 理发看似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也需要三名航天员来密切的协作 朱扬柱在理发的同时贵海潮还拿着像吸尘器一样的太空理发神器 及时把碎发收集起来 而景海鹏要做的当然就是一动不能动 前面提到的太空菜园长势喜人 当然也离不开航天员们的悉心浇灌 在太空种菜面临的一大难点 就是在微重力的环境下水停留在根系表面不容易渗入植物的根层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太空种菜 浇水的工具和种植蔬菜使用的容器都和地面不一样 在洁白的空间站舱壁的映衬下 这一抹绿色不仅为航天员的业余生活增添了 闲情窃益 也为太空之家带来了勃勃生机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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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我们来控计 dwar计aron 吟大的订阅 赞 订阅 订阅 订阅馈 波炽工 it 结石站贵